我们知道流感年年都有 但这次的假型流感感觉来势汹汹 能认识它的严重性 比对它不认识更好 病毒这个词实际上起得不好 病和毒不好的平方 你说病毒不是都是坏的 对对于人类来讲 传染病是我们的共同敌人 不是哪一个人的事情 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事情 后来也证实确实是全球的事情 2023年2月以来 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多所学校 因学生感染流感而停课 深圳近日将流感的风险等级 上升为中风险 广州疾控部门也发布提醒称 广州已经入流感高发期 3月13日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数据显示 近四周 中国内地流感病毒阳性绿程上升趋势 3月9日单日 内地就诊人数高达48.1万人次 而根据北京疾控中心通报 在目前流行的流感病毒中 甲型流感病毒占比高达99% 其实我们知道流感年年都有 但这次的甲型流感感觉来势汹汹 大家印象特别深刻 也有可能是过去的三年 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大家都相对在秋冬季戴的口罩比较谨慎 流感好像已经有点消失的感觉 您刚才讲的一个特别好也特别对 因为我们正因为的话 有了新冠三年的时间 做了很多的防护 那么实际上传染病这个问题 我是这样理解和认识的 就是说它就像一个房间 如果一个十平米的房间 假如说有五个人在那个地方 我们还可以再进去 如果有二十个人进去 你再进去已经不太可能了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生态的概念 就是说当新冠的话 作为主导的话 另外一个病毒 它可能就不会再来激战这个空间 当新冠这个病毒 在我们人群中间慢慢地消失的时候 它另外一个病毒 可能这个时候就会乘血而入 这是一个实际上病毒的 它的一个自然界的一个自然规律 所以说并不意味着说 现在的假流就一定比 三年前新冠之前 是不是一定更严重 到不见得 再一个问题 季节 现在本身又是一个 流感高峰 流感高峰 还有一个的话 可能正因为我们有了三年 新冠的 尤其是去年 对吧 我们自己 无论可能在认知上 或者在感觉上 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感觉 我倒认为这是个好事情 能认识它的严重性 比对它不认识更好 根据中国预防医学杂志数据显示 2021至2022年度 中国内地的流感疫苗接种率 仅为2.47% 但是较新冠疫情之前 不足2% 仍有所上升 每一年WHO就会预测 今年可能是哪一个流感株 所以去弄疫苗 请大家去打 但是在内地 其实打的比例也不高 流感的疫苗的话 是有效的 这个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它由于流感病 都比较容易变 所以说的话 每年可能流行的压形上 会发生些许的变化 实际上我个人理解 还是一个认识的问题 即便是一个成年 就是青壮年阶段 你的身体状态 并不是每天都是处在 最好的免疫力状态下 实际上病毒 它不会区分年龄段的 只是由于你自身的免疫力 低下的时候 它清洗你了 造成了疾病 这样的话 就是说当我们看起来 甲瘤的重症率 也相对比较低 病死率的话 7%左右 但是我们想没想 当你自己中招的那一刻 对个人来讲 那就是百分百 所以说我自己的理解的话 一个 我们相关的机构 相关的部门 应该做好公共卫生的宣传教育 如何把流感 甲瘤也好 这些它真正的危害性 以及危害到什么程度 这些重症人群里边 真正能造成死亡 这些说清楚 预警要做好 第二个问题 我们每个人不能抱侥幸心理 我们常常说 公共卫生的危机 一定是找发现 找识别 找预警 有效防控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 我们的公共卫生资源 总是有限的 可能我们前段时间 全力以赴 都去应对 新关去了 那么我们没有更多的精力 可能去应对 甲瘤的问题 但是随着从非典过后 到莫尔斯也好 高质病情流感也好 到新冠也好 我想这些机制和体制 应该是不断地完善的 无论是从政府层面也好 还是专制科研人员也好 还有我们普通百姓也好 也都会去提高 最终的话 可能就会实现 刚才您说的那个 我们能做得会更好 您曾经做了一个 很形象的形容 你说流感病毒 它的变异很快 因为它有八个基因 然后它只要中间错配 它就换成新的了 当时有人预测过说 下一次再也引起 全球大流行的 可能是变异型的一个流感 但是因为新冠来了 大家把这个事给忘了 您刚才说的非常专业 它有八个基因阶段 那么八个基因阶段 排列组合的话 它又弱感这种形式就出现了 这是流感病毒和其他病毒 容易变的其中一个机制之一 第二个问题 流感病毒又是一种安癌病毒 我们都知道 安癌病毒和丁癌病毒 相比它的变异速率 相对是比较快的 我认为这个从病毒本身的遗传学 就决定了它有这个特性 第二个方面 更重要的在自然界里面 就是说流感病毒的速度 是比较广泛的 禽流感 对 猪流感 禽流感 人流感 禽类 猪类 实际上包括马也好 包括这些牛也好 羊也好 实际上包括我们的宠物里面 这些都能感染流感病毒 所以说流感病毒的感染中 它的速度很多 非常多 你都不知道藏了有多少类型 当它随着社会 人类行为的变化 生态环境的变化 这些就有可能让它们碰到乙气去了 这个时候一旦发生混合感染 那么这个时候就像刚才 通过刚才说的那些遗传学的变异机制 那新的病毒就会出来了 所以说我也在想 我们怎么就形容这个流感病毒 我们能不能用一个变形金刚去理解它 如果是一个金刚 如果再能多变 这两个特点结合起来 可能就死得无敌了 所以说流感病毒的特点 会不会恰恰体现了这两个特征 流感病毒不是今天才有的 流感病毒一定是一个历史性的东西 可能也许我们人类没有的时候 它已经存在了 还有一个 实际上自然界里的病毒可能千千万万 我们不知道的更多 一个从机制上我们不知道的更多 还有有些病毒可能 它起到的有可能不是 病毒这个词实际上起得不好 病和毒不好的平方 你说病毒不是都是坏的 对 实际上病毒的话 在自然界里边 真正可能对人类来讲 真正起到危害的 很少很少一部分 就好像我们肠道里面 有些坏菌有些好菌 一身菌就很重要 对的 所以说的话在几年前 我自己也在提 病毒可能对我们整个自然界的 大的生物圈的平衡 以及对我们每个个体的生命过程的平衡 都起到了我们不知道的作用 所以说当我们如果真的有一天 把这两个背后的机制研究得更清楚的话 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用病毒来对付病毒 根据世界病毒分类委员会的数据显示 2011年全世界仅确认了2284种病毒 到了2022年的8月 确认的数量也只有10,434种 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才发现了这么一点点 是因为技术的问题 还是因为重要性 我们当时没有注意到它 所以没有特别的发现 为什么在过去10年 一下子突飞猛进的去发现 第一个毫无疑问是技术的问题 技术是肯定是一个病毒 你看我们第一个病毒被发现 认为可能这个病原体就是烟草花叶生病 这个烟草这种植物生病了 最后它的叶片变成花一样了 那么病原体到底是吗 刚开始认为是细菌 后来发现这个东西不是细菌 由此开始我们人类认识病毒 但是我们人类真正对病毒完全解析清楚 认识第一个病毒认识清楚 也是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前后 我们到了30年代 有了电子纤维镜以后 才真正看到了第一张病毒的完整 它的图片它的形象 实际上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的技术手段和方法非常有限 第二个问题 我们在50年代以前 甚至说80年代以前 我们都是靠着这种办法来发现病毒 那当然非常困难 还有到了80年代以后的话 我们有了分子生物学 有了PCR 但是的话呢 我们这些所有的办法都是靠 已知来发现未知 这个时候还是有限的 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在哪儿呢 实际上还是我们的认知上的问题 就是说有些病毒 就是过去可能我们认为 只有那样才是病毒 到现在发现可能病毒和我们认知完全不一样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过去认为病毒一定是比细菌小的 但是现在突然发现有些细菌 有些病毒 它的基因族 它的形态甚至已经比细菌还大 那我们怎么识别它 第二个问题 就是有些病毒的基因族又特别小 按照原来病毒学的概念 可能它就不是病毒了 那这些 还能不能叫它病毒 所以说在这个认知的过程中间 都是由于我们自己人类 对这个自然界 对病毒本身的认知的不断的发生着变化 所以说我们才病毒的发现 突然之间 一百多年才发现了这么一百多年以后 技术方法和认知的改变 一个认知这是多方面的 我们原来主要是集中到病上去 有了病我们才去发现病毒 现在我们突然发现病毒可能 在自然界中间 它的作用不是这样 有可能病毒无处不在 所以说 使得让我们的视野范围都变快了 而且这个因为技术的可能性 还有认识的不同 也会发现说我们不要等到病发生 我们更多地了解它之后 其实我们可能有预防病的机会 说得非常好 实际上就是 我们实际上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 只有认识自然才能改造自然 对吧 所以说我们真正从公共卫生的角度 从生命科学的角度 我们实际上大自然里边 我们应该知道 在自然界里边 到底有多少病毒的存在 它的本体是什么 哪些可能是对维持大的生态平衡 对我们个人来讲 有可能它起到是有益作用的 哪些病毒的话 可能对人类是致病的 还有一些的话 有一些病毒 我们知道 比方流感也好 像流感也好 像冠状病毒也好 我们知道它可能是造成危害的 回过头来讲 这些病毒 在自然界里边 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 随着时间的过去 那么它发生变异了没有 它往哪个方向变 那我想如果能把这些规律搞清楚的话 本地查清楚 规律搞清楚 那我们对付它 办法根本才会更多 自己从进入这个行当以后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能不能像天气预报一样 去预警 预测 预报 什么什么时间 就像您刚才谈到假流的问题一样 如果我们真正能做到预警 早发现 早识别 早解析 从而实现早预警 当然太重要了 但是这个目标让我自己来实现 可能我未必能实现得了 您当时是学免疫的 怎么样进入了病毒学了 这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 我是2000年在中国 当时预防医科学院做博后 从而博后有后 也想当时中国的公共卫生条件太差了 我也想离开那个地方 但是我的老师 也是当时川尔明所的所长 徐建国所长 我做了很多的工作 让我留下来 说你还是留下来吧 我们也缺人 当时川尔明所 其他的实验室都做细菌 唯独有一个实验室做病毒 做病毒的话 刚好又缺少高学历的人 就让我到那去了 那么我到了 实际上做病毒以后 我也在思考 我该做什么 如果我去 我也然而可以做病毒感染免疫 但是我认为 随着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变成国家机工中心 那么公共卫生的意义 应该是我们的主要职责 那么防的问题 应该是一个大的事情 所以说 那我就开始 又让我做到病毒 那我就必须要转 我就应该去做流行病学 分子流行病学 然后再进一步研究 它的遗传进化规律 那当然这中间 我也又想到了 我们如何发现更多的病毒 因为新法传染病 从非典以后 SARS的问题 MORS的问题 高质病性侵略感的问题 还有无数没引起 大的兴风作浪的那些病毒 实际上每年都有 03年非典的时候 您在哪 突然之间03年非典的时候 大家对于病毒 都知道了 实际上我在进入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家认为 公共卫生已经不是个问题了 为什么呢 我们就回过头来看看 传染病是很有意思的 在2000年以前 无论是中国 还是国际舞台上 当我们把天花消灭以后 机灰消灭以后 好像似乎人类历史上 传染病主要是细菌在作祟 那个时候恰恰 抗生素又出来了 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 非典出来了 当我们公共卫生条件 特别差的时候 腹泻的问题 伤害的问题 吃了不好的东西 鼠疫的问题 当实际上 当这一块控制的 比较多的好的时候 那当然病毒的问题 就显现出来了 2013年张永正的团队 发现了金门病毒 这是世纪上第一个被发现的 能够将分阶段病毒 与不分阶段病毒 联系起来的病毒 一年之后 病毒学原理一书 入录了张永正团队 发现金门病毒的故事 这是国际权威的 病毒学教科书 第一次展现 中国人的研究故事 2015年 张永正团队的实验室 成为了世界上 发现全新病毒 最多的实验室 有人说这形容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病毒发现的一个分支点 就是从这里 病毒可以分左边右边 或者说黑暗光明 很有趣啊 这个过程 因为病毒的话呢 就是从它的遗传组成上来讲 可以分成大的两类 像您刚才提到的 也非常精准 流感病毒 从基因组的分类上 它有八个分子组成 我们就说称它八个阶段 那么还有一类的话呢 像新冠 它只有一个分子 那么这两类病毒之间 到底从开始进化 从它们出来的时候 它们有没有一个 共同的老祖宗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 生物学问题 但是呢 长期困扰着 遗传学家们 生命科学的这些专家们 病毒学家们 最大的问题 就是把这两类病毒之间 建立不起关联 建立不起关联 就没有办法 给这个病毒 去下一个定义 10年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个病毒的事 我们就 无论如何 把它的全基因组 做不出来 所有的办法全用了 确实难 结果我们就发现 我们最早得到的 两个病毒的基因组的话 两个分子片段 和已知的 已脑病毒 鼎肝病毒 高度的通源 但是我们就一直在 思想上受困于它 就是利用 已知 来找未知 通过 黄病毒 就是所谓的 鼎肝病毒 已脑病毒的基因组特征 我们想办法 把剩余的找到 但是就是找不到 所有的方法都用了 就是找不到 最后问题 又还是交到我这来 我就在思考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结果我就把两个学生叫来 我说有可能 我们做的这个病毒 根本和黄病毒 不是一码事 黄病毒的基因组 就像新冠一样 它是一条链的 我就给两个学生讲 我说今天晚上 吃完饭以后 不要 其他事不要干了 我们就看一看 这个已经找到的 这个病毒的基因组 拿到的序列 它的特征是什么 具备不具备 分阶段病毒的 基因组分阶段的这种 像流感 像布尼亚病毒 这些特征 包括轮状病毒 这个特征有了没有 结果一座有了 那就是一个很大的 突然就发现 这两个完全不是一码事了 但是更重要的 我们又在我们的 做出的数据库里边 又发现了两个基因组的阶段 因为当时发现两个阶段 它不能成为一个病毒 那肯定还有其他的 我们又去找 想了很多的办法 又找到两个 结果那两个 和世界上当时 所有已知的病毒 没有任何同源关系 又是一个未知 对 那么就是说 这就有一个问题来了 你怎么就敢判断 这四个发现的组合起来 就代表一个病毒呢 这个挑战是巨大的 正因为是这样 同时这就不是把 两个基因组片段 和已知的病毒之间 高度同源 另外两个和已知的 所有病毒没有同源 这就是证明了 病毒这两类基因组之间 两类病毒的基因组之间 是有遗传上 进化上关联的 正因为这个概念的提出 就是证明了 所有的RNA病毒 可能就是来自一个 共同的主线 反过头来讲 可能病毒比我们 在地球上 所有其他的生命形式 更早 有可能进化的 更早 那么回过头来讲 就是病毒 实际上我的理解 它在自然界里面 就是一个合理合法的成人 2020年1月5日 张永正团队率先解析出 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 并于1月11日向全球公布 这使得他与世卫组织总干事 谭德赛李兰娟院士 共同入选自然杂志的 年度十大人物 我2003年参加国务院的 非典督场 那时候作为一个专家 虽然还不太合格 但是毕竟国家需要去了 我那时候恰恰就去的 湖北 湖南 两个地方 但是那非典的时候 比较严重是香港跟北京 对 但是那个时候 因为疫情出来了 各个地方都要去防控 所以说国务院是特别重视的 派了这么多的专家住 到重点的时候 因为湖南湖北 特别是湖南和广东 是挨着的 所以说从那次开始 慢慢就非常地认识到 就走灰溪道的疾病 一旦腥风作浪 一定是大问题 所以说我们20014年的时候 15年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在湖北干了一件事 所以我们在病毒的发现体系上 已经建立起来 从临床采样 如何采样 如何包装 如何分装 如何运输 所以你的表达是告诉我们 因为这样子的储备 所以到了2020年的时候 你们不是最早做的 但你们却最早做出来 对的 所以说才有了 2020年1月3号下午1点半 标本送到了 到了我们的手里边 我们马上到了实验室 实验室以后 到了1月4号的晚上 也就是5号的凌晨2点来钟 我的一个伯后 陈彦梅博士 他马上告诉我 打电话告诉我 说张老师 出来了 我们的出来一些结果 里边有SARS类的冠状病毒 当时我真的心头一惊 因为我经历过非电 我做了20年传染病 我当然知道这种玩意儿 严重性 一旦死 它有多大力 多大的危害 我马上打 马上告诉他 我说今天晚上你不能睡觉了 务必想办法 把整个病毒的全基因组解析出来 同时我又打了一个电话 告诉我另外一个学生 我说你马上起来 赶回实验室 协助陈彦梅 一块来解析这个病毒 这个女孩叫王文 所以说他们俩当时 在北京的实验室里边 在分析 我当时在上海 到了六点钟以前 我们对这个病毒的基因组 不管拿到了全基因组 更重要的 把它的整个的基因组的结构 分析全做完了 基因组图谱也汇出来了 实际上我们在八点钟 到八点钟以前 我们就基本上形成了四个判断 第一 当时武汉最先发现的这种 不明原因的肺炎的病原体 是SARS类冠状病毒 第二 这个病毒 从病毒分类学上 是一个新型冠状病毒 第三 这个病毒应该进呼吸道传播 第四 这个病毒 它的致病性和公共卫生风险 应该高于禽流感 高于甲瘤 也等于是 高于禽流感 高于甲瘤 当时没有判断跟非典的关 高于非典吗 应该是高于非典 因为我那个时候 只有手里边 只有一个病例 就是因为一个病例 你不敢说是高于非典 因为非典的致死率很高 对的 等于是说 中国很快的 就让全世界知道 发生了 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病毒 而且很快把全的 就把这个病毒的基因图谱 发给大家了 供全世界的科学家 去参考和准备 你说的非常对 因为我们只有 直到了这个病原体四身 我们才有可能 对这一切 我们才有可能 去研发疫苗 我们才有可能 去研究 有没有可能的药物 所以说 这是一个 基础 对于人类来讲 传染病是我们的 共同敌人 不是哪一个人的事情 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事情 它也证实确实是全球的事情 对 所以说 接着为您播出 五粮液 十式直动车 知道是对的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